下一個問題也是一樣 在國道一號要在汐止新設一個南下交流閘道的事情 我之前在立法院公開感謝過交通部運輸所的同仁 幫忙提出了AB兩個方案 那後來我知道 在新北市政府那邊的行政作業有延宕 我也不斷的去拜託新北市政府 再Push這件案子 最後 他們也按照高工局建議的方案 採取了B案 那我現在就最關切的事情是說 現在這個事情的進度到什麼地方 是卡在交通部這邊還是卡在新北市政府這邊 跟委員報告這個案子是非常的重要 因為那個是每天都要塞車的路段 那目前這個案子在市府這邊在進行 這個水 這個水文相關的分析 那最近我有親自開會 我們也會來趕快來吹辦 趕快完成送到部裡面 然後趕快進行來完成審查 我跟市長交換一下意見喔 就是說 該去拜託新北市政府的 從2016年 朱立倫還在當市長的時候 我就去拜一拖了 一直拖到現在 已經2019年了 那可能我去拜託新北市政府 成效有限 交通部這一邊 是不是中央主管機關的立場 告訴新北市政府說 他們在規劃設計的時候出現了什麼樣子的困難 時間是不是可以縮短 中央政府提供必要的協助 市長這樣可以嗎 可以我最近 最近已經有開過一次會議 那近期我會請 河川局跟市府 我們一起再來延商 水溫相關的技術規定到底是有哪些困難 我們一起來想辦法來解決 OK好謝謝 不講了 好謝謝黃國昌委員